来跟进东海岸水灾的情况 截至今早8点 吉兰丹巴西麻的灾民人数和昨晚一样 是6,009人 灾民目前还在哥达巴鲁的 13家临时疏散中心避难 13所疏散中心当中 包括11所中小学 1所宗教学校 以及1所清真寺 收纳最多人的是 斯里兰斗班长国小 有1,881名灾民 击打则是在今天凌晨12点01分 在巴东德拉紧急开示 一个临时疏散中心 让来自11户家庭的 31人避难 著名防卫队灾害管理秘书处主任 穆罕默·苏海米披露 当地昨晚7点就开始 持续降雨 导致甘榜拉美发生 闪电水灾 不过随着天空放晴 积水消散 在明镜顺利返回家园 嗯?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